第36届中国电影金极奖 11月4号晚在福建厦门揭晓 梁朝伟凭借电影《无名中》饰演的何先生 获得最佳男主角奖 何赛飞获得最佳女主角奖 两位演员均为首次提名及获奖 《风神》第一部《朝歌风云》 获最佳故事片奖 《流浪地球2》获得第36届中国电影金极奖评委会特别奖 本届评委会评语写道 梁朝伟在影片中的表演沉稳细腻松弛 把多重身份赋予人物的复杂性演绎得深刻有力 在个人的成熟表演风格中有新的突破 在接受采访时 梁朝伟表示为了演好和先生这一角色 他提前三个月每天跟着老师练习普通话 因为那个时候为了这部电影 其实我三个月前就开始跟老师多年过语 然后所有对白都要背下来 然后我就跟导演说 我说你不能改 因为我已经背下来 你改了以后我会乱掉 出道41年多次获奖的梁朝伟依然很享受做一名演员 他认为在演戏中可以体验各种角色的丰富人生 学到各种新的知识 然后每一个角色也让我学会一些新的知识 新的学问 所以我到现在还是那么享受去当演员 在最佳女主角奖的激烈角逐中 何赛飞凭借在追悦中饰演的七老师突出重围 深感意外的他喜悦之情意义演表 何赛飞感慨到 几十年拍摄的辛苦 创作的艰辛是值得的 第一次提名我就捧回经济了 你知道你们知道我有多感慨多幸福吗 真的作为一个演员 这个是我们中国对电影工作者最高的表彰的奖项 我是每一个演员都是很想的很期待的 《风神》第一部《昭歌风云》 收获了最佳故事片奖 影片中机昌的饰演者李雪剑 荣莹最佳男配角奖 这是他时隔32年后第二次获得金鸡奖 我就说他唯川灾的员超过 得出一个心情小美 这是第二个 我觉得 谁还能演 有人用我 我还会 满面 本届金鸡奖评委会特别讲 授予《流浪地球2》 继第一部后再次获得金鸡奖 导演郭帆在颁奖典礼上十分感慨 他表示全体剧组的家人 就像影片中的发动机 共同成就了此次殊荣 跟金鸡有一个不解之缘 从第一集到第二集 在这九年时间了 然后我们昨天又在这发布了 第三集启程的发布会 觉得我们在金鸡 继续我们第三集的启程 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也特别期盼 还能够站在这个领导台上 据了解 中国电影金鸡奖 是由中国电影家协会 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联合主办的电影奖项 创办于1981年 本届金鸡奖 共设最佳故事片 最佳导演 最佳男主角 和最佳女主角等20个奖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